before after 其實你們沒有做太多格局的分動 但是整個裝潢完完全煥然一新 所以呢 在裝潢的費用上面會比較高一點 一坪可能就會比一般新成屋 或是10年內的房間 一坪要抓多2到3萬 一坪要多抓2到3萬 對 你們那時候裝潢這全部多少錢 對 將近快400萬 對 最重要就是為了預防以後 樓上樓下鄰居大家鬧不開心的吵架 所以我們做了什麼事 我們把樓上樓下的那個污水管 都把它全部換新的 真的 他們應該很感謝你們吧 對 他們可能想說我們先去跟他拜碼頭 他們說要幹嘛 我們就說沒有 我們想要自備幫你們換污水管 然後他們怎麼說 好啊 敬人喝茶 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安琪 歡迎來到我的40年時髦老宅 節目 豪宅敲敲門 日前開箱人氣往美安琪的家 安琪與先生婚後以不到2000萬的價格 在新北永和買下人生第一間起家錯 室內有43坪的老宅 兩人花費400萬將它裝潢成 輕收往美風的美宅 第二個轉手的屋主 他有自己他有先裝 他前面也花了大概幾百萬裝修過 所以看起來沒有那麼老 你就會有心動的感覺 不然我們去看過其他城 那真的很老 就是阿公阿嬤那種裝潢的那種老 我懂我懂 就是屋況還OK 然後調節也都很OK 對重點是採光 三面採光 我覺得以 就是新北市這個地區的話 就是要高樓採光好真的很難 對啊 而且真的很大喔 等一下我們來好好看一下他們家 鏡子就是因為我 原本之前工作是模特 那就是因為 個人就是非常的曖昧 然後一定出門前 一定要 看一下自己的著妝啊 再度的檢查一下 看看哪裡有沒有味 回家的時候也可以看一下說 嗯 今天的你辛苦了 對然後就可以卸下一切 回家也要再看 很儀式感 很儀式感 就是很愛照鏡子 對對對 那走進來這邊 其實馬上就看到餐廳區 對 欸我覺得你們家 真的很有那種網美風格欸 好像很時髦 老網美 一定要有網美風格 不會還是很年輕啦 欸他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家的餐廳 好 這個呢就是因為 進門人家說就是 不要完全要看到餐桌吧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擋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 對稍微有一點的感覺 對然後這個是因為這個櫃題 就是我們個人 我跟我先生很愛金色 就是比較浮誇 我們的婚禮也是金色的主題 然後設定是說 那我就說那有什麼東西配金色 然後他就說那藍色 那剛好因為我前幾年 跟我先生有去塗個型 他們就很多寶藍色系配金色 然後就很有質感 所以我覺得這樣搭起來 其實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個櫃題呢就是裡面呢 他就是可以放我們各國環遊世界的 哇收藏品 對 因為我們前一個家 沒有這麼多收納 然後雖然收藏品擺出來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其實久了很亂 而且會有灰塵 對然後就會覺得很暗雜 對然後我也會把我的就是包包 就是我的收藏的包包 放在裡面 哇不愧是人氣模特 對都把它們藏起來 然後好多喔 對 然後這裡被架子不菲了 然後那個上面有廚師 所以他有廚師換氣的工具 比較不會發明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你們家的電視牆 好 我覺得你們家的電視牆很漂亮欸 對 而且聽說你們家 為了這個漂亮的電視牆呢 之前還隨不得裝大電視喔 對 還只裝小電視的油 對 就是因為設定師喔 設定師的堅持 我們就說我們喜歡看電視 我們要大電視 他說可是你們的牆已經這麼漂亮了 為什麼要搭電視呢 那時候我們就買了55吋 可是因為疫情 我們真的受不了 你們後來把它換掉換氣氏了 因為我們這個牆壁呢 當初我其實是想要裝 整片的大理石 可是大理石整片的話 那時候選到的租價大概要100萬 然後我就說 謝謝再聯絡囉 我說那有沒有就是 類似一樣質感蠻不錯的 然後比大理石在挑會便宜 然後又比美奈版好 然後就是這個 它是義大利一個非常知名 就是最有名的一個 石音板石音磚 然後它也可以叫做岩板 然後它可以做整大片 然後把它切割 然後重點是它比較薄 因為大理石比較厚 它可以比較薄 然後可以把它做在我們木工上 我們這是隱藏門 推一下推推門 它就會變櫃 就變櫃子 我們可以藏東西在裡面 我就藏一些藥瓶啊 什麼的就在裡面藏起來 對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後面就是木櫃 然後這個就是把它貼在外面的石音板 對 那其實再來帶我看看你們家的廚房 其實我真的很想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廚房 就是因為 他們家是老宅翻新嘛 對 然後我從資料上面看的時候啊 我就發現說 欸很厲害耶 因為 before after 其實你們沒有做太多格局的更動 但是整個裝潢完完全煥然一新耶 對啊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就是也是要更好 就沿用我們覺得前屋組 它已經有第一次的裝修過 讓我知道大概有怎麼樣的想法 然後我想要全市都白白 因為它其實廚房沒有很大 我覺得白可以讓整個空間感變大 放大 對 雖然說它的格局是一樣的 但是換了顏色 然後換了整個廚房的廚具材質 就真的完全不一樣 對 哈囉 嗨 接下來帶大家來來看我們的主臥 我覺得你們的主臥好溫馨喔 對 就是走一種溫馨 然後當初也是看到那個老屋的採光 好 因為它也是有涼的問題 對 對 然後我先生有特別跟設計師說 一定要關於風水上 他一定要做成 請木工做圓弧 真的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其實木工就不太好找 然後木工師傅都還跟那個設計師阿劉說 自己家裡一定要做這麼多圓弧嘛 對 然後就是為了風水 然後讓它這邊剛好有人在床下 或瓦榻下的時候 不會卡到 所以在風水上其實在主臥很多 不要尖角對不對 對 就是要圓弧 要圓弧的設計 像這個櫃子我們這邊 這邊也是請木工 也是 做一個圓弧 對 然後這個瓦榻當初就是想說 我們想要做寬一點 嗯 就是如果那個 誰吵架 他老公就一定要睡 不只能不能睡 然後他的採光就是很棒 他白天可以在那邊看書阿 然後躺著 對阿 好舒服 而且你看這個木材好深喔 對他真的很深 他其實就是一個單人床的深度囉 對 所以我想說如果之後 我就是寶寶出生的時候 好像放在這邊 隔一個圍欄也都OK 對啊 超級適合的 對 那你的這個 梳妝的地方在哪邊 這就是厲害 在你後面 這個呢 好多神秘的空間 對這道門呢 他也是木工 看住得很精緻 還有細的雕刻 外 這個是第一道隔音 OK 然後我的化妝室是在這兒 這邊呢是我的化妝台 歡迎光臨 小而美的化妝台 對 然後這片呢 就是它是大理石 就是沿用我也很想要用的大理石 可是就是預算有限 所以只能局部點綴 那這個大理石它就是整片 然後下面這個是 珍珠貝殼版點綴金色 然後它可以做整面的 然後我的保養品 會每天用到的就放在這兒 放在這邊 然後香水櫃 然後我也有一個很喜歡的 這個特色點 是跟色列石也討論很久 這個 登登 登登 這個東西可能男生不懂 嗯 可是我們女生就懂 因為 我們當化妝的時候 其實上面很容易會有黃光 嗯 也會嚇手太重 沒錯 可是我的自然彩光是從前面來的 嗯 所以我一直坐在這邊的時候 我可以化完妝的自然彩光 從前面來 哦 然後看起來就會妝 妝的就會很準 好專業哦 今天來到你們家啊 我覺得真的是讓我學到很多老宅翻新的介紹這樣 那我覺得也想要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就是說如果也想要做老宅翻新 那目前啊 你們住進來多久了 多久? 差不多三 快三年 快三年 那有沒有什麼最大的優點 跟你們覺得可能要包容一下的缺點呢 哦 我覺得優點就是因為 它已經是老宅了 老宅基本上都會選在一個地方 第一位置最熱鬧的地方 嗯 那它就一定可以鬧鐘取靜 就是你找老宅它可以找鬧鐘取靜 地點方便 對地點很方便 老師呢 價錢價錢價錢 價錢是最重要 價錢是不是 呵呵 就是比較實惠啦 對 實惠很多 就是享受比較大的空間 嗯 好那缺點呢 缺點 好房子老的話基本上 你在裝修的時候 水電瓦斯這些線路都要全部換行 嗯 所以呢 在裝潢的費用上面會比較高一點 一瓶可能就會比一般新陳物 或是十年內的房 一瓶要抓多兩到三萬 一瓶要多抓兩到三萬 對 你們那時候裝潢的這 全部 多少錢 對 將近快四百萬 對 最重要就是為了預防以後 樓上樓下鄰居 大家鬧不開心的吵架 所以我們作為什麼事 我們把樓上樓下的那個污水管 都把它全部換新的 真的 對 他們應該很感謝你們吧 對 他們可能想說我們先去跟他拜碼頭 他們有要幹嘛 我們就說沒有 我們想要自備幫你們換污水管 然後他們怎麼說 好啊 對好啊 真的喝茶 對 因為你如果不先換 我現在裝潢好 如果我不小心我樓子要樓下的 我的也要打掉 對啊 樓下也要打掉 或樓上樓給我的話 我也還是要打掉 他們也要打掉 就後續會很麻煩 對 我來看 可惡 我來看 是嗎 你也好嗎